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行菩萨道士 以法无上菩提之心 愿臣佛 愿一切如佛 这一句话很重要 我们修佛 所欠缺的就是无上菩提之心 那无上菩提之心 就是真正成佛之心 华严经上称为妙缺 在等菩提之心 妙缺上面就没有了 妙缺正得圆满的发生 圆满的回归自心 我们学了这么多年 多少对这一桩事情 有一个粗显的概念 那就是变法界续空间 我们今天讲全宇宙 大臣教常讲 一切万法 都是说的这个意思 我们没有办法清晰地 体会到 是因为这个离太深了 四呢 太复杂了 二 所以 金教里面 佛常常说的这些 用一句话来形容它 叫不可思议 二 意思 是我们凡夫 不但凡夫 声闻人羞 全教菩萨 都 没有办法了 真正理解 这个境界 我们今天 很幸运 身在这个时代 科学技术发达 科学家 用精密的仪器 来探讨 发现 一些宇宙的奥秘 那么这些奥秘 全是佛在经上说的 说的什么呢 阿赖耶的三西相 三西相 完全明白通达 肯定它的 大臣经上说 八地以上 我们距离八地 是多么地远 我们自己心里都有数 菩萨 五十二个阶级 我们第一个阶级 都没有拉到 第一个阶级 是实性位里面的 粗性位 菩萨 小城里面是粗骨 是托瓦 这是第一个阶级 没拉到 没拉到 换一句话说 没入门 大小城的门 我们都没入 那我们今天 得科学的帮助 这感谢科学 让我们 有一个符合科学的概念 那不是佛法 佛法的概念 是要正得虚头化 大臣 正得 粗性位的菩萨 你才真正有个概念 那么怎么才能正得 必须要把 五种见惑方向 才入门呢 那么 建惑里的 第一个是身间 我们 还把身 当作 鼓 这个身间 放不下了 从身间 产生 自私自利 那身这么多烦恼啊 明文立扬 齐情无欲 这偷从身间上身体 几个人 能够得淡化 淡化还不行 要彻底 放下 无中见何 短了 深界 宾界 见虚界 借虚界 邪界 这五种 错误的见解 统统放下了 本能 本能 本能就是六种神通啊 六种神通 是 故故都有啊 只是这对障碍了 这五种见惑放不下 你的本能 不会出现 如果 这五种见惑断了 大小陈经上 佛读书 本能恢复了两种 一种是天也 一种是天儿 啊 也就是书 一般人看不到的 你能看到 啊 看到什么 能看到 留到 啊 你有天也 没障碍 你可以看到 欲界天 看到 色界天 你可以能看到 木鬼 你能看到 地狱 你有天也 啊 这些墙壁什么 都没有障碍 都能透明的 透过去 就天也通 啊 最小的天也通 有这个能力啊 啊 你相信六道轮回是真的 为什么 情愿看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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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